来自浩红的消息 各自自作中心科技领域辅导团 科技领域针对学校都在北京各种进行 北京各种拥有蓬佛創架设备资源 校图中金融为发挥創架的集体 北京各种申请成立創架自由班 让有一个創作立学生现实的幸福和天分 有好的环境和输资就能学习和发展 各自自作中心科技领域辅导团 科技领域针对学校都在北京各种进行 北京各种拥有蓬佛創架设备资源 热心的創架告诉并且有完整的课程告知 好好推动創架告语 希望可以扎金背后经济 不在意作品三滴雷雕 都是一种选择核心理想的动作 在音箱里面可以做回音的动作 然后让手机的声音扩大 那旁边这个我设计的是一个笔筒 让我们手机架在上面的时候 我这个是手机音箱 那我旁边这里有做一个小的抽屉 这样拉出来之后可以放一下那个 行动电源之类的东西 北京各种选拥中金融 为了发肥創架集体 北京各种申请成立創架自由班 和优租創作立的学生 现实到幸福和天分 有好的环境和宿主 就可以学习和发展 表示说我们学生 在创造力方面 在这个制造方面 都有这样的潜力 目前为止 学校在成立这样的社团 成立社团 那学校更希望 能未来 能够成立这样的颁别 那这样的颁别 事实上这样的学生 他们都喜欢 从小都喜欢动手做 那动手做之后 他们有这样的基础的知识 再加上一个表达 我想他们都是 未来都是相当好的一个人才 也是为我们台湾 创造更多 这个亮点 基本上它是一个专业性的社团 那我们希望是打破班级 打破年级 事实上他们应该是有学长代学弟 他们这里就等于是一个开放的空间 那我们更希望的是说 他们毕业之后 能够回到学校做服务性的工作 回来等于 等于到了高中子大学 能够担任 如果是这个创科班成立的时候 它基本上它也是属于加一式的 加一式的学生 都应该都可以享受到这个资源 所以招生的 就等于说我们有 在那个针对小六 我们会开始这样的颁别 那就等于各国小 他们有这样的潜力 因为它还是需要经过检定 科技中心有这么好的一个设备 希望能够造福更多的孩子们 发挥他们的一个创意跟想象 能够善用现代的工具设备 来达到孩子的梦想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专属的 一个班级能成立 这样的梦想更容易达到 我前辈到他在北京国中 才在拿出新庆党中 也收到家中会党的支持 今天加一式北京国中 有17名优秀的学生 进入加以高中科学班 好好好党中金融 集结在这陈加創客自由班 竟是要开創科学教育的体验实战 和设计阅望的心理庭 新闻新闻 創明东 各级市 彩控报当 我们已经在看創科学节量 做我的